《神灵精怪》 它作为一种上古的传说 它混含了古史、文学形象和地方传说 所以也给了画家很多创作和诠释的空间 《九歌》的传统早于《屈原》的名片 它是楚地的民歌 常用于祭祀祝导 《屈原》的《九歌》循着这一传统改写 描绘神灵间的眷恋 以及国上将士的晚歌 轻心奇艳 幽渺情深 充满幽哀的情调 《九歌》它是《楚词》当中的篇章 它作为一种文学传统 跟《诗经》一样是《仙情文学》上面的两座封碑 尤其是文人画家 他们很喜欢这个题材 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传统去对它进行描绘 也可以在这个传统上面发出新的花样 这件白苗《九歌图》长卷 来自元代 画凡十一段 每段有题词 古代的叙事性人物故事化 大多根植于文学经典 东径顾凯之的《洛神富图》卷 南宋马和之的《诗经》 都是以文学作品为母题的名作 元代张卧的《九歌图》 它上成的是李宫林白苗《九歌图》的这种传统 它是一图一词 类似于插画的形式 《九歌》 作为文学名片进入绘画领域 最早是北宋名家李宫林的《九歌图》 原作虽已失传 众多模本却流传至今 张卧的《九歌图》就是其中翘楚 它也被誉为李龙棉后艺人而已 张卧的笔法流畅 笔意虚和 自然婉转 转折处毫不刻鲁 类似于蓝叶苗 中国古代人物画 常使用这样的画法 画中之人 衣媚飘举 自带仙气 神明的画风是非常统一的 我们讲古代当风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中国诗歌史上的浪漫主义源头 孕育了《九歌》的绘画传统 元代张卧之后 明代的文正明 陈洪寿 清代的丁关鹏 等不同时代画家 都有《九歌》作品传世 《九歌》中的人神练歌 成为了古代绘画史上的经典母体 上古时代的自然 生命与神性 在画中演绎着绵延不绝的情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